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针法 封闭型羽毛绣 封闭型羽毛绣呢 是对羽毛绣做了一些简易的变化而形成了一个针法 我首先呢 是画了这样两条平行线 并且呢 分别做了等分点 那么这两条线的等分点相互之间呢 是错开的 那首先在左边这条线的最下端出针 然后在右端的第一个点上入针 斜着挑步在左线的第二个点上出针 这样绣出一个羽毛绣 接着我们再在右线的第一个点入针之后 直着往上挑步 一格的位置这样出针 又绣出来一个非了绣 接着呢 我们又回到左线 那么注意我们这个地方入针 这里有一个线环 我们不是在这个线环的里面这样入针 而是在线环的外侧 这个地方入针 然后呢 直着向上挑步 往前一格出针 将线 压在针下之后拔针 又形成一个羽毛绣 注意的就是这个入针的点是在线环的外侧 接下来又回到右边 接下来又回到右边 也是在线环的外侧 这个地方入针 直着往前挑步 一格的地方出针 把线压在针下之后拔针 形成了一个这样的羽毛绣 之后就用这种方式 在左右两条线上分别的进行羽毛绣的绣制 这样的一个针法呢 就叫做封闭型羽毛绣 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它的每次入针的这个点 是在之前形成的 那个羽毛绣的线环的外侧入针 这些资金帽子 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就和普通的羽毛绣一样 在线环的外侧这里用针 这样呢就完成了 那么这个针法呢 和我们之前学习的 双重锁链绣非常的相似 我们可以来对比看一看 那么双重型锁链绣 就是上面这个入针点呢 是在这个线环的里面 那下面这个封闭型羽毛绣呢 它的入针点是在线环的外侧 那大体上看呢 它们的形态是差不多的 区别呢就在于它的一个入针的点 那么这就是今天介绍的针法 作业呢就是 我们绣一条封闭型羽毛绣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